我們今天早上的題目是,我們能使其不一樣。 在我們生活當中,或多或少,我們會遇到一些讓我們覺得害怕、膽怯的事情或者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的反應會對一些事情說,我沒有辦法,我做不到。 有一些事情我們應該去嘗試看看。 但是呢,當我們不想去嘗試的時候,我們也會說,我做不到,我沒有辦法。 那其實,讓我們害怕的事情,我們需要去突破,需要去勝過。 啊,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成功,才能夠進步。 啊,有一些事情我們需要去嘗試,我們才能夠成長。 我們請看《以斯鐵記》第四章十四節。 Let's turn to Esther, chapter 4, verse 14. 《以斯鐵記》第四章十四節。 Esther, chapter 4, verse 14. 請你念。 Verse 14. For if you remain completely silent at this time, relief and deliverance will arise for the Jews from another place, but you and your father's house will perish. Yet who knows whether you have come to the kingdom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十四節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蒙拯救,你要你護家,避自滅亡。 而言之你得了王后的未婚,不是為獻金的機會嗎? 以斯鐵,她是覺得有一點膽怯。 So Esther was a little bit anxious here. 因為莫迪改要她去做的事情啊,這個對她來講是有點生命的威脅。 Because the thing that Mordecai wanted her to do could endanger her life. 生命是寶貴的,大家都要愛惜生命。 Life is very precious and everybody should treasure their life. 十四節是莫迪改對以斯鐵的提醒跟勉勵。 And verse 14 is Mordecai's reminder and encouragement to Esther. 首先,莫迪改表達出他對神的信心, 因為對神的信心而有的自信。 他的意思就是說,無論如何,神一定會幫助,會拯救他的百姓。 而第二個,莫迪改提醒以斯鐵。 你要紀念,你要數算神給你的恩典。 你如果記得神的恩典,那你就知道,你就有那個自信,我能夠使他成為不一樣。 這個時候,這個猶太人,他們真的是需要得到拯救。 那誰來改變這個事實? 當然神來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神的工作,祂常常讓人來參與。 所以莫迪改其實是在告訴以斯鐵說,你能夠讓他不一樣。 你如果去做了,你會對神有更多的認識。 And if she does what she has to do, then she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od。 的確,我們一個基督徒,這是我們的本事。 我們能夠使其不一樣。 And for us Christians, this is our duty to make a difference。 為什麼我們能夠改變一些事情? Why is it that we can change some situations? 因為我們有在主耶穌基督裡頭的自信。 周遭的人會說,覺得你這一個人很樂觀。 Optimistic。 For other people, we can say that they say that we are optimistic. 是的,一個有自信的人,會讓人覺得你是很樂觀的。 And it's true that people who are self-confident may project themselves as optimistic. 但是樂觀跟在基督裡頭的自信,其實它是不太一樣的。 But it is different to be optimistic from hav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 那為什麼我們擁有在基督裡頭的自信? And why do we have this confidence in Jesus Christ? 我們就先以這個王后以斯鐵來看。 We will first look at the example of Queen Esther. 當時有好多的人,都想要被選為波斯王的王后。 There were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who wanted to be the Queen of Persia. Els鐵很美麗,但是她是最美麗的嗎? Ester was very beautiful, but was she the most beautiful? Els鐵很聰明,但是她是最聰明的嗎? She was very intelligent, but was she the most intelligent? 不一定。 Probably not. 在很多比賽裡頭,有人得了第一名。 In competitions, people may get first place. 那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其实我这一次也是有点幸运。 他们在讲reflections的时候,我是幸运的。 因为选手之间,通常他们也都晓得,其实他不是最强的。 可能那个最强的,就在那一次的比赛,不晓得为什么他失常了。 所以说我是lucky,这个不只是,这个当然是有点竞争。 这个是谦虚,但是常常也是事实。 如果以斯帖,他并不是最美丽的,最聪明的。 那为什么她成为王后? 为什么不是别人,是她? 她是一个神的儿女,她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惠。 既然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能够成为王后。 所以,现在我面对的事情,我一样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神的恩典,而去完成它。 大卫的故事也是我们所熟悉的。 常常被我们提起的就是大卫击败了哥利亚。 当时有很多的比大卫还要强壮,还要懂得使用武器的勇士。 但是面对哥利亚,他们都退却,他们都胆怯。 他们想说,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胜过哥利亚。 但是大卫他是自己请求说,让我去跟哥利亚争战。 因为胜过哥利亚,才能够让整个战争的情况能够扭转。 大卫做到了,大卫让整个情势不一样。 因为他有在神里头的自信。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 我们请看撒末纪上十七章。 撒末纪上十七章。 三十四节。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叼走一只羊羔去。 在这里,大卫跟扫罗来讲他的经验。 大卫在死算神的恩典。 三十五节。 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符子,将他打死。 我们要使其不一样。 那我们必须要记得神所给我们的帮助跟恩典。 因为在基督里头的自信,才能够让我们使其不一样。 我们再看一个负面的例子,历代自下十六章。 历代自下十六章。 历代自下十六章。 第七节。 所以亚兰王的精兵脱离了你的手。 第八节。 五十人陆比人的精队不是盛大吗? 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仰赖主,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Were the Ethiopians and the Lubin not a huge army with very many chariots and horsemen? Yet because you relied on the Lord, he delivered them into your hand. 这个亚撒曾经遇到这个古什人要来攻打他。 所以亚撒曾经遇到这个古什人要来攻打他。 我们请参考十四章的第九节。 由古什王谢拉率领金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 十一节。 亚撒呼求主,他的神说,主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主,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供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主啊,你是我们的神。 And Asa cried out to the Lord his God, and said, Lord, it is nothing for you to help, whether with many or with those who have no power. Help us, O Lord our God, for we rest on you, and in your name we go against this multitude。 在那一次很危急的当中,这个亚撒王,他求告神,求神的帮助。 In this time of great crisis, Asa cried out to the Lord for his help. 果然,他得到神的帮助。 And he received God's help. 以后又遇到战争的事情。 And later when he, he again faced war. 这个时候亚撒,他国家有钱。 And financially his kingdom was better. 所以呢,他不再依靠神,他用钱是去请人家,来为他打仗。 So he no longer relied on God, and he used his money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help. 是的,我们拥有钱就是要用。 Yes, if we have money, then we should use it. 但是呢,在用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我们在用这个钱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态度。 But when we use our money, we have to consider what our attitude is when we use that money. Oh,我们在用这个钱的时候,是不是在表达了, 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对神没有信心。 When we spend that money, are we saying that we don't need to rely on God anymore? Oh,在很大的敌人的时候呢, 这个亚撒,他依靠神。 在不是很强的敌人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去依靠神。 But when he was facing an enemy that wasn't as strong, then he did not rely on God. 他失去了那个胜过敌人,能够改变事实的那一种自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 This is why we must often count God's blessings. 因为有自信,我们才能够改变事实。 Because of our self-confidence, we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为什么我们能够使其不一样? But why can we make a difference? 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厌见或者忧虑, 来污染了我们的心思。 Because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do not allow our worries or anxieties to contaminate our minds. 我们人带着这个血肉肢体, 所以我们会疲劳,我们会厌见。 Because we take on this body of flesh, we grow tired and weary. 也常常因为我们是带着血肉肢体, 所以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忧虑。 那我们要靠着主耶稣不要让这些事情来阻挡我们, 来改变我们的现况。 But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do not allow these things to be an obstacle for us. 我们请参考明书记的十一章。 Let's turn to Numbers chapter 11. 明书记十一章十四节。 Numbers chapter 11 verse 14.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14. I am not able to bear all these people alone, because the burden is too heavy for me. 15.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历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If you treat me like this, please kill me here and now, if I have found favor in your sight, and do not let me see my wretchedness. 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 Moses has l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不是出了埃及就没有困难的事情。 It is not that after leaving Egypt,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s. 是的,还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存在。 Ye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exist. 摩西很负责任,他总是亲自来处理承担大大小小的事情。 Moses was very responsible,so he bore all the burdens of the people, big or small. 所以他觉得很疲惫。 So he was very burdened here. 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让我死吧。 He said, I can't do it, let me die. 出了埃及,这个目标是迦南地。 不只是这些百姓要进迦南地,摩西自己他也想进迦南地。 如果在这里,他真的死了,他就进不了迦南地。 真的,有时候我们所处的状况,会让我们想要放弃。 当我们放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使其不一样。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不可能没有危险,不可能没有困难。 在困难当中,尤其让我们觉得很容易就疲劳。 不是所遇到的事情打倒我们,是我们觉得疲劳打倒我们。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不让我们的疲劳,我们的忧虑来打倒我们。 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神总是在勉励着我们。 神对古圣徒的勉励,就是在对我们的勉励。 我们请看耶稣基第一章。 Let's turn to Joshua chapter 1. 耶稣基第一章。 Joshua chapter 1. 第八节。 Verse 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 Verse 8. This book of the law shall not depart from your mouth, but you shall meditate in it day and night, that you may observe to do according to all that is written in it. For then you will make your way prosperous, and then you will have good success. Verse 9. Verse 9. 我去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of good courage. Do not be afraid, nor be dismay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Verse 9. 是神对耶稣亚的安慰跟勉励。 Verse 9. 是对今天我们的安慰跟勉励。 那第八节是神给耶稣亚的欢化。 Verse 8. 是神给耶稣亚的欢化。 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对我们周遭的人讲说,不要害怕,不用怀恼。 Today we may encourage other people to not be afraid, to not worry.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给欢化。 那神祂总是给我们欢化。 而第八节就是给耶稣亚的欢化,也是给我们的欢化。 Verse 8. 是神给耶稣亚的欢化,也是我们的欢化。 保罗这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们看他的生活啊, 他的生活应该也会让他常常觉得非常的疲劳。 有很多的事情让他忧虑。 但是他为什么总是能够让事情成为不一样。 没有让这个疲劳、忧虑来打倒自己。 因为保罗他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他常常被主耶稣的爱充满着他。 是的,主耶稣爱保罗。 而同样的主耶稣也爱我们。 保罗能够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所勉励。 我们也能够被主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想主耶稣的爱, 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突破,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生活。 好,请我们再参考明述记十一章。 明述记十一章十六节。 十六节,主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摩西几乎被他身体的疲倦来打倒他。 那神来帮助他来解决这个困难。 所以神要摩西说,你找来七十个人。 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 你要把将于你身上的灵分饰他们, 他们就和你一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然后我会来到那里来, 我会拿到那里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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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拿到那里来说。 什么叫做靠着主耶稣基督, 不让我们的疲倦来打倒我们? 在这里,神教导摩西的就是你要放手。 摩西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摩西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这样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什么事情都我来做,才会做得好。 他想要做自己的事,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让自己非常的疲惫。 那在这里神教他,你要放手。 今天,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很杰出的人, 你更应该学习,要懂得放手。 要懂得把责任,把一些事情交给别人做。 好,那我们为什么能够使其不一样。 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没有让过去的错误或者失败来纠缠着我们。 是的,我们难免会有错误。 常常错误的结果就是失败。 那错误、失败会常常把我们缠累住。 让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来胜过。 我们请看耶稣亚记第七章。 我们请看耶稣亚记第七章。 耶稣亚记第七章第十节。 耶稣亚记第七章第十节。 主吩咐耶稣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补在地呢? 这是耶稣亚带领百姓军过第二场的征战。 结果第二场的征战啊,看起来是他们被打败。 那耶稣亚跟一些长老啊,我们请看第六节。 耶稣亚便撕裂衣服。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主的耶柜前抚伏在地直到晚上。 是的,失败常常是错误所带来的。 而错误常常不是只有一个错误,可能有几个错误。 失败了,需要做一些检讨,需要做一些反省。 但是不能够一直活在错误跟失败的这个阴影里头。 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突破困境。 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成长,不会成功。 所以第十节,神就吩咐耶稣亚说,你起来,你为什么一直趴在地上。 耶稣亚为什么一直趴在地上。 因为我失败了。 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进。 不往前进,就停在那。 不往前进,甚至会退后。 所以在这里神对他说,你起来。 为什么我们能够起来? 因为神爱我。 因为神知道我的软弱。 因为神联名我,祂愿意赦免我的错误。 因为我深深地还醒了我自己。 因为我已经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的错误。 就像耶稣亚他们,头撒灰,糊糊在地上。 神怜悯他们,神赦免他们。 所以他们不应该继续让他们的失败来缠累着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死其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神这里,有得到怜悯,得到赦免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请看《列王记下》第五章。 2 Kings 5,2. 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因为战争失败了。 所以这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被掳到亚兰国去。 她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亚兰人所打败。 这当然是由以色列人他们的过犯,他们的软弱。 第三节。 她对女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疯。 这一个小女子啊,她是战败国家里头的一个女孩子。 当时的亚兰人啊,他们或许在想着,你们拜的神也只不过是如此。 因为啊,我们也打败了你们。 人常常是会这样子来看待神的。 这个他们被打败,这个是事实。 这个小女子可以想说,那我有什么话好讲。 我如何去见证我的神是真神是全能的神。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对神的看法。 但是这一个小女子,她却勇敢地来对她的女主人这样做见证。 她说,我真希望我的男主人到以色列地去求神的医治。 果然,这一个严帅,乃曼,她得到医治。 果然,这一位打败以色列人好多次的乃曼严帅,她认识了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 我们请看五章的十五节。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这是打败以色列人好多次的乃曼严帅所说的。 他是最有资格说,以色列人所拜的神也不过只是如此。 但是他在这里,他是大声地承认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 是谁来改变了乃曼的这一种看法跟认识。 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圣经没有记载他名字的这一位小女子。 要让乃曼这样的人真的来认识神,这是很困难的。 但是这一位小女子,她能够让这个事实成为不一样。 因为她没有让自己活在错误跟失败里头。 她就像神对耶稣亚所说的,你站起来。 这一位小女子,她应该尝过神的爱,神的恩典。 至少她知道神的怜悯,神的圣语。 所以她能够勇敢地来做见证。 所以她能够使其不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遇到错误,我们有错误在失败里头,我们要走出来。 我们是靠着神的怜悯跟神的赦免。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在生活当中能够去怜悯人,去炎量人。 我们能够走出来。 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走出来。 我们能够改变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改变一些事情。 神已经赦免我们,我们当然也要努力地去炎量别人。 为什么我们能够使其不一样。 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愿意花时间去爱人。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坚决,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 《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七节。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死人活呢? 这人竟打花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妈疯。 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行去攻击我呢? 这个以色列王啊,他就是仍然活在这个错误跟失败里头。 这个乃曼带着信来找这个王说,请你指点一下,哪里去找仙芝,来医治我的麻荒病。 所以他收到一个信号,告诉他去找聖人,让他可以治愈的瘤痕。 那这是王的反应。 他以为说,乃曼又找机会要来攻打他们。 他就没有办法去使其不一样。 那所以真的不要活在失败里头。 这个做一个王,他应该是很勇敢的才对。 但我们看他的口气啊,他真的是很胆怯的。 那胆怯的人啊,容易去怀疑别人。 所以胆怯不但对我们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 为什么会去怀疑人。 常常显示我们是胆怯的,我们是害怕的。 好,那我们继续讲,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愿意花时间去爱人。 好,我们就能够使其不一样。 什么叫做花时间去爱人。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例子。 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这是护火的主耶稣有一次向两个门徒显现。 这两个门徒是很心灰意难,很灰心。 因为耶稣被定十字架。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迹。 所以他们是在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 主耶稣向他们选现。 主耶稣听他们在讲什么。 主耶稣听了之后,主耶稣也回答他们,跟他们一起谈话。 所以花时间去听,去讲。 这就是主耶稣对他们的爱。 那这两个人后来才发觉是主耶稣。 那他二十三十二节说,我们的心里就火热起来。 三十三节,他们就历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义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仁记在一处。 他们本来是要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又赶回耶路撒冷。 他们本来是很灰心的,现在不再灰心了。 主耶稣让两个很灰心的门徒不再灰心。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很灰心的时候,你是很难去鼓励他,去改变他的。 但是主耶稣做到了。 我们也可以做到。 靠着主耶稣的爱。 我们愿意花时间去爱人。 所以我们愿意花时间去为人祷告。 所以以施帖,他要求大家为他禁食三天。 所以以施帖让整个事情不一样了。 我们再请看路加福音十五章。 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以他亲嘴。 这里说,做父亲的跑去抱着这一个孩子。 这一个动作改变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知道他的错误。 因为他的错误,带来他的失败。 他需要走出他的失败。 因为他的失败,他准备跟父亲讲,不要再看我是儿子,把我看成是仆人。 他已经没有做儿子的自信。 但是父亲主动地跑去拥抱这个孩子。 他的爱,他愿意这样去爱儿子,来改变了这个儿子。 所以,主耶稣选招我们,要让我们得永生。 主耶稣选招我们,要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让很多的事情都成为不一样。 我们最后请看腓立比书4章13节。 最后,我们回到腓立比书4章13节。 腓立比书4章13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环事都能做。 是的,我们从今天开始,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让很多的事情成为不一样。 我们一起唱诗390首。 我们一起唱诗390节。 我们一起唱诗390节。 现在要读4年的lv